第二个话题 从我们实操的一个角度 刚才不是给大家讲模式吗 对不对 从实操的一个角度 我觉得不管是哪种模式 相信大家都不想要当炮灰 并且想要在实操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可以 在选品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可以去识别到 一些内卷的一个讯号 对 因为其实亚马逊的内卷 这个词大家并不陌生 像去年也卷了一年了 对吧 我上去卖27.99 这个人卖26.99 可能那个人卖25.99 这个人又卖24.99 可能最后卷到卖9.99 卷死了 对不对 但是呢 知道就是在选品的时候 他可以把这个内卷识别出来的 对 但是很多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个点 这就是我觉得 我今天我要给大家去分析 这个维度 就我们自己在选品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怎么去识别这个内卷的 这样至少的话 就算 首先第一个 如果说聪明的人 他就不做这款产品了 对不对 好 那如果说就算 并不会很 并不是很聪明的人 他或者是 他就很轴的人 或他就不死心的人 对吧 他就算测款数量也会少发的 只要有一层这样的一个过滤 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选品的过程当中 就选品过程当中 如何快速识别内卷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防止你去踩坑了 防止你去踩坑了 第一就是指标一 指标一的话 我们会用这个产品 比如说我今天我要去调研一款 榨汁机 假设我现在我要去研究一下榨汁机 这个类目能不能做 对吧 这个类目能不能做 我在选品的过程当中 我会先去看一下 就是会去手机端 这里面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在调研的过程当中 指标一 我们是会去在手机端第一页 前三页 为什么要在手机端前三页 因为现阶段的亚马逊 百分之六七十的销量都产生于手机端前三页 它代表着市场的风向标 所以建议大家多去看前三页 前三页是很容易看得出端名的 对就是在我们选品调研的过程当中 一定不要一天到晚订了个电脑 给大家就是敲一下重点 就是选品的过程当中 不要一天到晚订了电脑 因为现在手机端前三页的数据 是很值得研究的 对 因为目前亚马逊的流量和成交 逐渐的在往手机端 无线端在转移 对 所以手机端无线端 我们看到的现象 对于我们选品来说就很有帮助 那我一般我是会去研究 手机端前三页的链接 假设 就我会去观察 就我会去观察一下 他们的这个价格 比如价格 和什么呢 价格 还有BS版单 BS版单也可以去看 大家知道的吧 就我会看一下他们的价格 用三个月 是否有20%的降价 然后还有他们的折扣叠加 是否有超过20% 因为我们现在要去识别内卷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两个维度 肯定要去看一下的 就它的价格 还有它的折扣叠加 比如说我现在我去搜 对吧 我肯定会去研究 我现在 就我肯定会去研究 比如第一页的链接 比如说像这个 就有折扣的 我肯定都会进去看一下的 有折扣的 我肯定都会进去看一下的 好 像这个是利减8美金 对吧 利减8美金就是8除以61.97 那就是打了88折 对88折 就你要算一下 就算一下 比如说它 假设它有一些折扣力度的 你就要去算一下 就是95 我这个字面 或者是你要去进入贾萨勒板单 贾萨勒板单 你也可以进入贾萨勒板单 去看一下 现在的一些链接的折扣力度的叠加 对不对 折扣的一个叠加 包括要么就是传业会券 或者是专享折扣 对吧 或者是promotion 你可以去前台多去研究一下 多去看一下 它有没有出现一些折扣的一些叠加 折扣的一些叠加的一个现象 因为如果说它有折扣叠加的现象 那它也就是超过百分 准确来说 如果说它有出现超过20% 就是20%就打8折的折扣叠加 那就有点危险了 因为你想一下 如果说平台好卖 谁会在那边乱打折 对不对 比如说你看 这种就像个比较友好 像它3除以54.99 就95 就力度还比较小 对不对 力度还比较小的 所以这里面的话 就是第一个指标 一个是价格 这个维度 近三个月 是否有20%的降价 对不对 然后折扣叠加 你最好把前三页的链接 都去看一遍 best的板单 一些对标的一个竞品 你去算一下 它的优惠券 或者是它的专享折扣 因为专享折扣 如果说有做的话 它也是在前台 是可以看得到的 它下面会 join prime to save 多少 你在前台是可以看得到的 就到时候在价格下面 如果说它有专享的 它就会join prime to save什么的 然后你就可以算出 它的折扣力度 算出它的折扣力度 这第一个 这第一个手机端前三页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我希望大家 能够去看一下 手机端前三页 或者是bs板单 或者是bs板单的秒杀率 bs板单秒杀率 然后这个怎么看 我举了一个超级 就是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 就是很搞笑 去年应该做 我这个例子 我之前好像有一次直播 也去立过 就搞筋膜枪的 做筋膜枪的肯定已经 筋膜枪是真的 就是单炮灰的产品 你看像它秒杀率低 像我们就会去监测一下 手机端前三页 比如这种limit time due 因为每个链接 一个月 如果说你有做秒杀的资格 可以做一次 今天促销做一次LD 对不对 你看秒杀率是不是很高 还有优惠圈 我的妈 像刚才的对不对 它的优惠圈 像这种都是不要命的 在自杀的 优惠圈力度都很大的 你看全部都是秒杀 看到没 这种品类的话 你一进去 你就是当炮灰的 你进去就当炮灰的 你看价格账也打得很厉害 像这个基本都在自杀 直降67% 看到没 所以这些指标都是 所以现在肯定很少人 去做这类型的产品 一做一个死 对 这类型的产品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说选品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避坑 对吧 因为它都跟我们那个指标 一一对应的 有一一对应的 就这个秒杀率高不高 像我们平时的话 我是会去看一下 如果 比如说手机端 有十条链接 讲实话 手机端有十条链接 前三页 手机端前三页 二十条链接 有三十条链接 有超过 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链接 有在做秒杀 不要小心 尤其是 秒杀 加优惠券的 链接对不对 说明你这个内卷已经卷到不行了 你们一定要清楚 选品我们要逆向思维 什么叫逆向思维呢 你好卖的产品 谁会去做活动 谁会去做活动 又做优惠券叠加 对不对 这些都是亏本的 对吧 所以这个观点 大家认不认同 认同的请扣一 如果说真的好卖的产品 赚钱的产品 获得不够的产品 是不是 肯定不会整天去做秒杀 甚至肯定不会去做秒杀 加优惠券的叠加 认同的请扣一 认同的请扣一 所以这就是选品的逆向思维 能理解吗 如果说你在调研一个品类的时候 疯狂都有人在做秒杀的 对吧 超过20%的链接 并且他秒杀的过程当中 还会有优惠券这种叠加的 对不对 那一看这种就是进去 就很容易当炮灰 对吧 很容易当炮灰 好 我看一下各位 认同的请扣一 就这种逆向思维去思考的 逆向思维去思考的 我们直播间会有一点点延迟 看一下大家的 认同的请扣一 把一扣起来 就是大家互动 要互动 不然的话 等一下直播笔记不送给你的 直播笔记不送给你的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 其实我们的第一个和第二个 它都是一个逆向思维 它都是一个逆向思维 就是你要去判断内卷 你要想清楚什么时候会内卷 肯定是你货囤太多 你压力很大 对不对 你压力很大 给我点赞干啥 你们给我点 点赞是表示认同吗 表示认同吗 扣一 各位 你打个一就好了 你打个一就好了 打个一就好了 一直给我点赞干啥 你们 你们现在是不会打字了吗 不会打字了吗 还给我送鲜花 送鲜花表示扣一是吗 表示扣一是吗 谢谢你们 谢谢啊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 第三个的话 其实我们去年内卷 还有一些刷单严打的 一个情况之下 对不对 其实很多人他会把 主要手段转向广告 其实我们在选品的时候 如果说 假设你后面你推广的主要手段 是广告的情况之下 你也可以提前去测试 去看这个品 到时候你能不能用广告的方法 推得起来和推不起来 这个都是可以提前去看的 怎么去看呢 你可以提前去看他的单次扣费 是否有超过 售价的5%到10% 像我们平时的话 我们就会去amz13.com 然后用卖家精灵 跟卖家精灵这边 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就会在这里搜 比如说像那个 Juice的中核心词 对吧 然后卖家精灵这边 他是会大概提前告诉我 这PPC的净价 大概是多少 PPC的净价 比如说1.24 对不对 我就会去看 假设他的单次扣费是 1.24 美金对不对 如果说售价 假设是49.99美金 好 他的比例就是1.24除以49.99 24除以49.99 对吧 那是2.5%左右 对吧 这种就还可以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点一次 你的课单 你卖的品是19.99 超过6%了 对不对 那这种选品的时候 就要小心 如果说你现在你点子1.24 你是卖9.99的 你是卖9.99 这种就是还可以接受 还可以接受 比如你是点子1.24的 然后你卖的强品市场的 平均客战都是9.99的 那这种是超过了12.4% 这种就是到时候去 就选品去推广的时候 很容易赔钱的 很容易赔钱当炮灰的 所以还是回归 就是其实你这个选品啊 能不能赚钱 这个会不会当炮灰 你很容易 其实可以在我们选品之前通过 我们这些指标 可以提前去进行判断的 是可以提前进行判断的啊 大家能理解啊 好 那接下来的话 这个是给到大家的三个指标 然后接下来的话是我们的 就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